南梅熟液急科 液急熟冠木 它燃产于北美 其实北美洲的人很早就喜欢吃南梅 他们将南梅作为食物和药物的主要成分 现在美国 加拿大 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 都将南梅作为保健食品或者功能性食品 大家好 我是自己心 这期影片我们来讲讲南梅 北美洲原住民早在数百年前 开始采集和食用野心南梅 在1906年 美国首先开始了野心南梅的选种工作 然后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南梅 到了1937年已经选择了15种品种 进行商业化栽培了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 在美国已经选用选择了适应各地的气候条件 有100多种 那继美国之后 世界各地就相互地 大家都忍重栽培了 而且他们根据气候特点和自然的优势 所以开展了他们有自己本国特色的研究和栽培工作 例如河南、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很多国家 都开始了南梅的商业化栽培 目前我们世界上已经有超过450种不同的南梅品种 那南梅它附含丰富的营养成分 包括维生素C、维生素K、维生素E、维生素B6 腺食纤维、花青素、类黄酮、钢物质、黎酮等等 那南梅的花青素和类黄酮 被认为是其中重要的抗氧化成分 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它是有助抵抗细胞氧化损伤的 那其实南梅的抗氧化作用 它不单单是一个清除自由基 它还包括很多种不同的机制 例如抑制氧化酶活性 促进抗氧化酶的表达 调节细胞讯号通络等等不同的机制 形成一个复合的抗氧化网络 这样前面保护我们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同时南梅中的抗氧化木汁 它还有一个抗氧的作用 可以简单我们的炎症反应 降低一些炎症介质的生成 对一些炎症相关性的疾病 例如心血管疾病 恶性疾病 或者糖尿病 都可以帮助产生积极的健康效应 那有些朋友就问自己身 野生蓝莓和人工栽培的蓝莓 哪个更健康呢?有没有差异呢? 那部分的营养学家认为 野生蓝莓和我们人工栽培的蓝莓 这两种在健康价值方面 它没有太大的差异 因为野生蓝莓和我们人工栽培的蓝莓都附行 很多营养物质 但同时有一项研究曾经表明 经过几十种水果、蔬菜、香料和其他食品的抗氧化价值对比 结果发现蓝莓抗氧化物质含量最高 而野生蓝莓抗氧化物质含量是人工栽培蓝莓的两倍 所以就有些研究人言指出 野生蓝莓被我们人工栽培的蓝莓 具有这么高的抗氧化物质含量 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份研究的数据后来就被官方预除了 所以要讲到不同 我们可以认为有一部分营养学家认为 这个野生蓝莓比人工栽培的蓝莓含有更多种类的植物化学物质 包括多达26种的花青素化学物 可以帮助野生蓝莓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 同时跟野生蓝莓不同 我们人工栽培种植的蓝莓的口味更甜 果实更大 而且更容易我们去运输储存 有些朋友问 杰尔先生 有没有忌体的医学研究 体员蓝莓对我们心脑系统的一个帮助呢 在美国大概有50%的人 在中年左右就会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 这通常会导致一种被称之为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病症 有研究人员在美国的辛辛拉提地区周围 他招募了33名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 这些患者都是超重 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他的记忆力都存在轻度的下降 在12周即是3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除了每日早餐或者晚餐 食用一包可以和水混合补充的粉剂之外 参与实现的33位患者 就被要求禁食任何种类的椒果类水果 其中一半的餐饮者接受了相当半杯完整的蓝莓粉末 另外一半就接受这个安慰剂 结果就发现了食蓝莓粉末的那组人 在依赢执行控制的认知任务上的表现出改善 他明显减少了学习和记忆过程中外来信息的干扰 同时食蓝莓酪那组人都有比较低的胸幅移岛素水平 可能就意味着这个餐饮者的代謝功能得到一些改善 可以更加容易燃消体内的脂肪来得到能量 还有一个关于心血管的研究 就是由研究人员邀请了40位健康的自然者参加实验 这些健康的自然者每日饮容含200克蓝莓的果汁 或者是饮含有维生素和纤维素 但颜色相同的对照饮料 就是安慰剂 但是安慰剂里面是不含这个花青素的 这个10年持续一个月 其间研究人员就会对这40位健康自然者进行血的检测 尿的检测而且都会出量血压 结果显示饮用了蓝莓果汁后的那一组健康自然者的血管 健康的健康状况是得到改善的 而且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除此之外 这一组饮用了蓝莓果汁的健康自然者的血压水平 在一个月之后 平均降低了5毫米拱住的 研究人员就认为蓝莓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 就是因为蓝莓果汁含有这个花青素 花青素是我们天然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壁改善这个血液循环 同时自身提醒大家 目前关于蓝莓的各种健康功效 都是从它的花青素的抗氧化功效 衍生出来的比较多 所以有很多功效是没有直接的临床实现数据的 例如上面讲的这两个医学研究的参与者 其实都不是很多 所以部分的营养学家认为 市面上对于蓝莓的健康功效 存在夸大的言议 同时我又提醒大家 花青素它不是试日得也多也好 花青素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但是过多的花青素 仍会妨碍我们人体对抗物质的吸收 例如有些有贫血或者是欠生的朋友 就不要吃太多的花青素 另外胃肠度不好的人群 都不建议吃太多的花青素 多谢大家 那么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间分银 逛 作词平准 逛